口侯上控制好之外 你要很快速的 不要說已經涼了 才跑到這個客人的面前 湯氣 帶出東西出來 不錯 好吃 其實已經有一點冷了 但是冷了之後呢 它也不會覺得新 因為酒稻的味道非常的濃 它是深海魚 它是深海魚 最主要是深海魚 對 所以為什麼圓水呢 它的價位呢 這麼貴 其實也不無道理 一般來講的話 剛剛戴老師說 其實今天它帶來這一片圓水 420塊 其實是因為戴老師 它是專業的 人家才賣它那麼便宜 像剛剛那麼一大片 我在東文市場買 700塊錢跑不掉 這麼厚 然後又是這麼 就是說比較大隻的圓水 越大隻的圓水 它其實在價位上是越貴的 那我在一個很有名的超級市場 薄薄的一片280塊 所以那個我根本都不敢拿去煮 為什麼我怕它化掉了 我都是蒸一蒸 然後用湯匙 連汁都一起把它喝掉 盤子當然不會吃掉了 就是說圓水它基本上來講呢 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適合 可能今天的這一道遭流魚片 好 那我要請教戴老師 就是說上海人 他們在過年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要吃的東西嗎 這個東西就 要想起年輕小的時候 他們喜歡吃什麼 年糕對不對 上海年糕很有名 你可以煮甜的 也可以煮鹹的 都可以用 湯年糕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還有就是上海人 他們非常重視要吃圓寶 圓寶 對 就是所謂的水餃 水餃 裡面真的會放你圓寶 真的會放 費用放圓寶 對 那圓寶要洗乾淨了 對 對 就是說上海人 他們很重視這個財氣 就是圓寶就是財氣 然後就是年糕的話 就是要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對 那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上海菜 它很重視這個甜味 就是鹹中帶甜 對 其實上海菜 它也滿養生的 我覺得其實 雖然你今天過了油 但是吃起來 一點都沒有油膩的感覺 對 一點都沒有 它著重在 剛剛你們講 燒心酒 再來叫什麼 冰糖 冰糖 對 這等於是上海菜的 兩大靈魂 特色 特色 就是一定使用燒心酒 所以說一般如果家裡 習慣用米酒來料理的 這個朋友呢 如果你真的要煮比較 道地一點的上海菜的話呢 就請你把它換成 燒心酒 其實在美國 燒心酒也非常容易買得到 但是就是酒糟的話 就一定要到這個 唐仁街 對 唐仁街裡面 中國城 到 看到我要把戴老師 趕快拉回來 因為他趕快就要把它做 事實上呢 戴老師他16歲對不對 對 16歲就進廚房 學徒到現在 16歲就進廚房 所以說如果菜好吃 廚師的動作很慢的時候 很多人在餐廳會等得不耐煩 所以我常常就跟人家強調說 會煮很重要 但是速度快其實也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人大家都很敢嘛 你到餐廳我一等說 我這一桌大家的菜都來了 我的菜怎麼還沒來 一餓 血糖一滴 火氣就上來了 再來一個你出來的東西 口味一定要正 你不正 下一回誰要再吃你第二道菜 對 對不對 所以就是火候上控制好之外 你要很快速的 不要說已經涼了 才碰到客人的面前 因為口感上 除非你的這個功夫 像戴老師這麼好的話 當然他煮出來 可能前後差個五分鐘 還可以 如果以我們 如果說在火候上 又不太恰當 在高法上面 又略遜一籌的話 你速度上 真的捧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只剩60分了 對 不過戴老師說 各位觀眾不用擔心 你只要常常看我們的節目 你多學 然後多練 你一定也可以 他是16歲進廚房 那這麼長的時間 累積的經驗 當然不是我們一天 就可以去完成的 是非常辛苦的一個行業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戴老師 在過年期間 因為他真的很忙 尤其是過年 然後學生又非常的多 他剛剛悄悄的告訴我們 其實這道菜 學生是沒有教的對不對 因為食物成本太貴 也教不來 對 對 食物成本太貴了 就說一般來講 學校裡面 他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可以讓學生 學這道招流魚片 所以你看我們的觀眾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我們在今年的兔年 祝大家 事事如意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戴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下次有時間的話 我們還想請戴老師 介紹好吃的這個上海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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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六魚片的材料有 水魚400克 洋蔥1 4顆 青江菜150克 上海酒糟40克 太白粉2大匙 細糖1大匙 醬油1大匙 蛋白1顆 紹興酒3大匙 招六魚片的做法 酒糟與紹興酒調息 並立掉雜質備用 水魚切片 加入鹽 蛋白 太白粉醃一下 青江菜洋蔥汆燙後 泡冰水備用 起油鍋倒中溫 下水魚片過油到熟 撈起 酒糟加入鹽糖調味 洋蔥青江菜排盤備用 另起一鍋不放油 直接倒入酒糟 魚片 拌炒一下即可盛盤 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